新界主场由我主场 大家好我是李嘉良 最近大家讨论得最热烈的 一定是早前政府为了应对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 用到禁足令 限制各个区的居民要他们留在家里 等候进行强制检测 社会对于政府动用禁足令反应不一 有人说成效不大 有人也说需要用到禁足令 也有住在旁边的居民表示支持政府的决定 究竟今次短暂的封区的做法有什么争议 而政府在执行上有什么可以改善 今天我们就在NTT Media的频道 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见解 在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按一按右上角 免费订阅新界主场NTT Media的频道 今次政府的禁足令 最大争议之一 相信就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表示不会对区内居民有任何的赔偿 报道一出街市民可以说是一片蛙烟 其实心水清的你 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 政府的决定 两天或一天的封区 没错的确会对居民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但是疫情之下 有损失的又怎样是受禁足令影响的居民呢 健身美容餐饮等等不同的行业 来到第四波疫情 他们又怎样失去了两天的收入 的确比起受封区影响的居民 有更多的行业是更加需要政府的补助 政府由去年开始多次补贴各行各业 再加上收入减少 令到上年的财赤超过3000亿 打破了历年的记录 政府亦都预计今年会再次录得赤字 所以政府每用一分每一毫之前 都要计过度过 没办法一口气补助了受封区令影响的居民 面对疫情一个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难关 政府的确需要市民更多的谅解 而另一个较大的争议就是香港电台指政府 在封区期间没有提供到足够的煮食用具 没有罐头刀等等 首先港台记者当日的相片 是故意不拍罐头的顶部的 隐藏罐头顶盖的拉环已经是故意误导公众 随后立即有不少议员媒体都出来指证港台 其次封区本来就是一个就着疫情变化而做的紧急决定 很难做到每一方面都十传十美 而政府保障市民有足够的粮食 我们都没有听到有记者说没有食物 没有记者需要挨饿 以首次参考内地封区的做法来说 我认为已经是合格之上 当然也有改善空间 最后一个争议的就是有人认为 封区剥削了居民的人身自由 无可否认封区是需要市民牺牲一段时间的 但是我们换取的是切断了整个社区的传播链 确保市民生活是一个健康的社区 而且政府可以吸取每次封区的经验 令到每一次封区更有效率 对市民的影响也更加少 我们可以在封区所用的时间 远比第一次佐敦封区短 时间安排上更加仔细 见到政府的进步 抗疫从来都需要市民和政府通力合作 才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我在这里冲心呼吁各位市民 不要因为就快可以接种疫苗而松懈 要避免政府再次动用到禁足令 我们一定要时刻自律 才可以早日打胜仗 将病毒清零 令香港社会可以回复正常 新界主场由我主场 我是李嘉良 期待下次再在NTT Media和大家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